时光一世 永梦不悔 往事只能回味 你好 这是刘日生活来自日本富山市 非常感谢你经常收看我拍的视频 昨天上科斯托高买了一颗牛肉 是美国惨的 今天我们就用这个牛肉 还有院子里种的葱 来做一个葱爆牛肉 真香 首先我们来腌制牛肉 从科斯托高买来的牛肉 已经加工好了 薄薄的长片 把牛肉展开 切成小块 科斯托高里边有很多来自美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的畜牧产品 价格相对于日本国产的东西都很便宜 牛肉里加有一勺盐 少许胡椒粉 两个蛋清 少许酱油 适量的淀粉 然后下手抓拌两分钟 感觉的牛肉粘手就可以了 这说明汤链已经渗透到牛肉当中去了 最后再加入少许 食物油 缩制水分 盖上保鲜膜 腌制20分钟 腌制20分钟 在这过程当中 先来准备配菜 羊 切切片 再切湿 最后切成小丁 放盘里备用 从院子里的雪堆里的辣椒树上 折了两个小辣椒 切成小菱形块 放盘子里备用 奥利雪中 勃勃生机的大葱 真给人以鼓舞 大葱 斜刀切成厚片 先切葱辈 再切葱叶 葱辈和葱叶单独放 因为我们在炒制的时候 先炒葱辈 再炒葱叶 两个分开炒 为什么呢 因为葱叶容易烂 葱辈呢 不容易烂 这样呢 我们的配菜就准备好了 接下来 我们要准备糖汁 在爆炒的时候啊 会用到 在碗里加一点酱油 少许胡椒粉 冷水半杯 香油 少许 淀粉 少许 用筷子将它们搅匀 为什么要准备这个汤汁呢 因为在爆炒的时候呢 时间很短就要出锅 如果一样一样的再加调料的话呢 时间来不及 牛肉就炒糊了 调到这个凉汁以后 一下子就可以倒进锅里 目的呢 就是为了节约时间 接下来 我们开始炒制 炒制呢 分两部分 先炒牛肉 再炒葱 油 倒五成热的时候呢 加入牛肉 慢慢炒 油温过高 会是油水四指飞溅 另外呢 外表 炒糊了 而内心还不熟 牛肉 我们炒到 八分熟 就可以出锅了 因为后面 我们还要回锅再炒 接下来 我们在锅里 再添少许油 将姜和辣椒爆香 先炒葱汁 再炒葱叶 因为葱叶 比葱汁容易烂 所以我们后面 再炒葱叶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用到大火 几火爆炒 当葱汁炒软了以后呢 我们再加鱼葱叶 爆炒一会儿 葱叶 葱叶也炒软的时候 我们将牛肉 再次倒入锅中 爆炒一会儿 加入我们准备好的汤汁 爆炒 翻炒一炒下 汤汁收干以后 马上就要出锅了 这样一道美味的葱爆牛肉 就做好了 满满的香味 腻满了吃法 你看 这颤颤巍巍的牛肉 是不是能勾取你的食欲呢 我已经引耐不住了 看看 葱爆牛肉 做好了 满厨房是真香 这个葱油爆炒又真是太香了 好我们尝一尝啊 这个牛肉这么一泡以后 泡了二十分钟 太嫩了 又嫩又香又有咸淡又滋味 哎呀真棒 再来一口 牛肉 和葱花 这一爆以后 再加上胡椒粉的香味 又嫩又香 吃到嘴里的感觉 真是太棒了 真好 就着这个菜 吃撒馒头 一会儿的功夫 绝对 哎呀真好 真棒 来 请你吃 葱爆牛肉 真是不错 这个做法还非常内的 好 谢谢你的观看和陪伴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给你拍摄的 看我